嗨 大家好 我是周永萱 我在女人30裡面呢 我飾演的角色叫丁文杰 那說真的 其實我還不是很清楚 我角色到底是什麼 那等大家播出的時候 你們再告訴我好不好 我現在只知道說 我會跟李維維飾演的婉婷呢 會在飛機上相遇 然後之後我們可能會在工作上面 還有情感上面會有一點點牽扯 什麼 你是我的情敵 有可能 OK 很帥也可以 那 很高興看到大家 那謝謝大家 希望明天晚上8點 你們可以準時收看女人30 謝謝 謝謝周永萱 歡迎李維峰 講官還有辛苦的媒體 家跟大姐們好 我是李維峰 然後我在裡面飾演的角色呢 是女主角徐婉婷的弟弟 徐漢成 然後這個角色其實是一個 蠻優越的角色 就是說他可能有很多地方都 從小到大就蠻厲害 也因為這個角色蠻優秀 所以可能造成一些給女主角的壓力 所以對我來講其實很開心的事情是 每一次發行新專輯然後都可以搭配到 三立的滑劇的片頭或插曲或片尾曲 那這一次呢 終於有一個機會可以 正式的演出三立的滑劇 所以真的非常開心 請大家可以記得明天晚上要準時鎖定 女人30 謝謝大家 謝謝 歡迎邵雨薇 哈囉大家好 我叫邵雨薇 在女人30中飾演烏以樂 綽號小樂這個角色 那她是在戲中唯一20歲女性的代表 所以會為20歲的女生發聲 女性 對 20歲女性的 對 會為女生發聲 所以呢我在戲中跟我的姑姑 也就是愛貞姐 會有很多唱反調的戲嘛 所以大家請期待我跟她吵架的戲嘛 謝謝 謝謝 謝謝妳 請喜歡妳 謝謝其文 大家好 我是謝其文 很高興參加這個女人30 請進水舞間 那我在劇裡頭呢 是演這個李孝旭 孝順的女婿 然後呢在這個清河出版社擔任編輯 也就是這個婉婷的上司 個性上呢就是有點愛太小便宜 所以這個大家都去了澳門水舞間 就我一個人沒有去澳門水舞間 澳門水舞間 這一輩子一定要去看一次 不是 副總裁希望我去澳門那時候呢 可以接受到你們這個交代機 沒有沒有沒有我怎麼都講過來了 不是 大家一定要去看水舞間 真的好看 謝謝 謝謝 謝謝其文 歡迎Amanda 哈囉大家好 我是Amanda 很開心呢可以參加這部戲的演出這樣 那我在裡面呢是飾演的惠婷的女生 然後是婉婷的同事 那我在這個戲 就是我在那個出版社裡面是比較愛聊八卦的一個女生 然後有時候會作弄一下惠婷 所以呢我們最近有很多很可愛的互動 也希望大家明天呢可以準時鎖定女人30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你 請歡迎可愛的林軒妤 大家好 我是林軒妤 那我在裡面飾演賀小美的角色 不是賀君祥 對 然後很開心可以參與這次的演出 那賀小美她在裡面是一個比較 活在自己的世界比較古怪一點的女生 她就是會偶爾還會成立在BMO那種同志漫畫裡面 對 非常的投入 然後偶爾也會跟惠婷婷婷會有一些鬥嘴 這樣 因為我是一個演一個20出頭的女生 會比較受不了這些30歲的大型人在想什麼 對 謝謝